哇,籌備了超過大半年 整個心情都蠻感動 終於等到今天可以拍片和大家介紹這個項目 因為當這條影片播出的時候 其實這個項目已經正式開啟了 代表著如果看完影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支持一下這個項目 我想如果當初沒有COVID新冠肺炎 應該都沒有開始到Watch Cataflock這個頻道 沒有Watch Cataflock 也沒有今天的這個項目 再次感激大家一直以來對Watch Cataflock 的支持 終於可以跟大家介紹了 我和家人一起搞的牌子叫做Caken & Company 至於這個名字的由來 希望這個牌子有朝一日很出名的時候 我再解釋這個名字的由來 Caken & Company 其實是一個錶帶錶扣的Micro Brand 我想手錶Micro Brand大家應該聽得多 但是錶帶錶扣的Micro Brand 坊間好像沒有太多有規模 專心去做錶帶和錶扣 為什麼一直強調錶帶錶扣呢 是因為我們覺得錶帶錶扣天生一對 應該是雙負雙成的 錶帶我想大家一定都買過 但是有沒有發現 賣錶帶的公司 多便宜多貴 便宜的可能百多元 貴的可能幾千元一條錶帶 多到數不完 但是認真去做錶扣的話 似乎好像沒有第三方認真去做 就算有時候大家出去買一些很漂亮的錶帶 可能它只是跟一個很普通 甚至乎你覺得有點便宜的扣 是因為做錶帶的公司 他們多數都是很專注做錶帶 那些扣通常可能由另一間做金屬廠提供 自自然那些扣看起來比較普通 甚至乎可能是 不太合適 另一個比較普遍的情況 就是你買完一個錶帶 就發現你跟本身的錶原裝扣 九成機會都用不回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你有時候可能會 要不就訂造一條錶帶 一般都不便宜 可能都一千元左右 務求用回一個原裝扣 要不就買了一條很漂亮的錶帶 但可能只是跟一個很普通的錶扣 久而久之玩得錶內的朋友都知道 買了一大堆的錶帶 一大堆的錶扣 全部都好像不適合大家用 相信大家都有這個 同感 所以KCON & COMPANY的理念就是 認真地將錶帶和錶扣 一起去做 因為剛才都說過 他們天生一對 而一起做的好處 其實 全部東西重新出發 沒有什麼包袱 亦都因為這樣 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個 小小的系統 KCON & COMPANY的特色 所有的錶帶和錶扣 都是互相共用的 因為我們覺得 用家是不應該擔心 這條帶 這個扣不適合用 那個扣又好像不適合用 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 你今天買到的 這條帶 這個扣 明天 假設你買另一條帶 另一個扣 放心 全部都可以互相交換 亦都因為這樣 可以隨便mix and match 這也是KCON & COMPANY 獨有的一個特色 我想坊間比較難做到 這樣的玩法 而當這個系統成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推出更多款式 不同的扣 例如可能會比較符合 某一些品牌的款式 很多時候換下錶帶 令到心愛的手錶 加入一個新鮮感 或者把鋼帶換上皮帶 那個感覺其實是挺不錯的 加上現在經濟 那麼明朗的情況下 換一換錶帶 都是一個 經濟的玩錶方法之一 而這個project 其實就剛剛開始起步 所以暫時沒有投資自家的設計 主要是成本的問題 加上 希望早點可以推出市場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用了生產商 所提供的款式 而這間生產商 是幫很多瑞士牌子做一個代工 所以那個金屬的造工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的 希望上了軌道的時候 有一定的知名度 到時會研發自己的 設計 錶帶 和錶扣 錶扣一開始 其實就有4個款式 當然也是經過我們的挑選 不是說這些錶扣 又是一些什麼驚世的款式 只是作為一個起步 開始這個系統 希望做到不覺不失的感覺 都能見得下人的款式 他們都是不秀鋼的一個材質 當中有316 也有304鋼 其中一個是接扣 有1個蝴蝶扣 和2個針扣 我個人比較喜歡接扣和蝴蝶扣 因為 對皮帶的耗損相對比較小 加上配戴的時候 都比較簡單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 這個蝴蝶扣 是要按住來關 不能直接按下去關 留意 而每一個扣 都有3個finishing 包括有 拋光 拉絲 黑色的 噴沙PVD 所以單系的扣 可以說已經有12個選擇 給大家還 至於錶帶方面 一開始有31款不同的款式 每一款都經過色深挑選 為什麼有這麼多款呢 剛才提過 所有錶帶和錶扣 都是互相交換的 代表你可以隨便 黑色拼一個啡色 或者皮帶款 拼一個尼龍款 也可以 所以一開始要做到這個效果 那個款式 一定要夠多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會有不同的皮甲材質 例如Hallwind 皮 美國的Hallwind 皮 背部也印上了Hallwind的Logo 有四個不同的顏色 另外有一款就類似Panawai的GAM皮 我想Panawai的朋友一定認得出這個感覺 另外有一個Vintage款式 比較厚身一些 有三個顏色 可以選擇的這個 也有完全可以濕水的 Cordua 尼龍的一個材質 我這一款其實就是 底面都是Cordua的材質 比較少是這樣做的 因為其他品牌 可能很多都是 底部是用皮去做的 而我們這個 底面都是Cordua的 意味著你輕輕用水沖一沖 或者用濕布抹一抹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浸整條帶我們就不建議 這一種其實是挺有趣的一個物料 它是一個環保物料去做 例如一些 循環的再造棉 和循環的再造塑膠 至於這款就是最近比較熱的一個款式 這個面是皮 底是膠 好處就是你可以保留到那個面是皮的感覺 但是底部又不怕出汗 因為你出了汗 可能用濕布抹一抹 或者用水輕輕沖一沖 但是又不會沖到那個面 整條帶就變得更加耐用很多 有一次在錶墜的時候 我都拿了一些Sample給大家看 每個見到實物的錶友 都普遍讚不住口 品質整個感覺 款式都很不錯 特別是這個款式 我相信某一些品牌的粉絲一定認得出 因為就這樣看 感覺和顏色 其實是很接近原廠的感覺 但是我買的價錢只是四分之一 大部份的錶帶 主要是20mm和22mm為主 部份也有21mm和24mm的選擇 每一條都用了快刷的裝置 大家可以方便隨時去緩錶帶 而每個錶帶都印上了KCON & Co.的 logo 大家可以去到bywatching.com 慢慢選擇 記得選擇適合錶帶裝在錶道的闊度 亦因為系統化了 你可以選擇兩款不同的錶帶 當然所有的錶扣都是共用的 再自己可以隨便做一個 Mix and Match 甚至乎不同的材質 錶帶的Mix and Match 一樣可以 只要你想到的話 全部都可以拼出來 我想除非你自己訂造 或者是同一個錶款錶帶 買兩個不同的顏色 否則的話 都幾難做到這樣的玩法 如果你是掃口清的朋友 錶帶的組合已經31款乘31款 即是有961個不同的組合 如果再加上12個不同的錶扣款 我計算過是超過11,000個組合 可以讓你拼出來 相信在這裡大家可能會有些問題 例如如果我想用原裝的扣 怎麼辦呢 除非剛好那個原裝扣 能配合我們這個系統 否則的話 其實都是用不回原裝的扣 但其實我們終極的目標是 希望之後可以推出一些 錶扣款式 特別適合某一些特定的品牌 例如Sanit Panewi IWC 希望這一天可以盡快實現到 另一個問題是 錶扣是統一了20mm 為何會選擇這個尺寸 20mm就算是大部份男裝錶 比較窄的位置 所以我們選擇了20mm 作為一個 統一的寬度 因為就算以Panewi 24mm為例 收到20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至於女裝錶款的話 其實之後都是想投資下去的 視乎市場的反應 是怎樣 希望可以同樣的概念 出到一個女裝的版本 例如錶扣 可能是16mm 或者17mm 不過這個可能要之後才算了 女士們暫時抱歉 可能要先用藍裝款的錶帶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錄這段音的時候 其實已經錄到第三次 因為之前錄了 可能覺得不夠好 希望可以再好一點 本身不是一個售貨員 要售貨一些東西 挺難的 所以錄了很多次 如果終於引到你有興趣去買 但又有興趣去支持一下這個項目的話 也可以去到bywatching.com這個網站 去慢慢地選擇 一開始就先用一個網店的形式 作為一個事業 這個網店其實已經開門大吉了 當你選好了 就可以落單 一次過搞定了 整個網頁就把所有的產品都放出來 很容易瀏覽 也希望我們覺得很清晰 錶帶方面 其實價錢 大約由360元開始 到600元不等 視乎錶帶的材質 而錶購方面 200元到400元不等 始終是一個金屬的配件 有一定的成本 剛才提及過 生產商是跟一些瑞士品牌做代工 所以造工有一定的水平 現在為了報答我們的觀眾 也在做一個新章優惠 買滿780元 全章單8折 所以大約600多元 就可以買到一套錶帶 另外如果你想一次過買多幾條錶帶 做一個make and match 當然可以 買滿1560元 更加是全章單7折 買得越多 你的優惠就越多了 另外買滿大約624元 就會免運費 送到中國、香港和澳門的地區 暫時一開始先做這三個地區 希望可以很快 開展到其他地方 銀碼的價錢都是怪怪的 是因為 開這個網店的時候 其實就用了美金作為一個貨幣結算 所以大家去到這個網站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 你們的貨幣是否對 如果你購買的話 買錶帶錶扣 都會有一個 錶袋跟回 比較環保和實用 可以讓大家 之後可以用來收藏一些外錶 單買一個扣的話 也有一個 小版的袋送回 今集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看得Watchcataflock 相信都是 香港和澳門觀眾為主 難得也算是一個新的本地 標帶標扣的 Michael Brand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支持KCON & Co 同時 都在支持Watchcataflock 越多人支持 我們就可以走得更加遠 可以更快推出 更加多款式 暫時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例如DLC 陶瓷 甚至乎碳纖 都可以 都可以做到 希望可以盡快實行到 更加重要的就是 之後 推出的款式 亦都和你今天買到的款式 全部共用 希望可以幫香港曾經輝煌的中標業 再次注入一些新的動力 多謝收看Watchcataflock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